富二代一词在大众眼中通常带有负面含义 但是作为著名网红界国民老公王思聪却有着不同的见解 他认为富二代这个词不应该被人们赋予负面含义 富二代就仅仅只是一个形容词而已 当然作为万达老总的公子王思聪要这么说 也没人会在他面前当面反驳说 你不要仗着超能力说话不要疼 作为富二代中高调的典型代表 王思聪本人自带流量不是明星胜似明星 不过随着他爹富一代王健林在商界大佬中的排位变动 这几年王思聪的光环有所下降 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形式更低调 但是却更符合王思聪口中富二代定义的公子 他就是苏宁老板张靖东的儿子张康阳 相比同样年少多金但是看着有误的思聪 显然从观感上张康阳会给人更清爽的感觉 张康阳不仅在家世上丝毫不逊于王大公子 而且还是现任苏宁国际总裁 同时还担任足球豪门国际米兰的主席 以及欧足俱乐部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 不同于王思聪的网红风 张康阳走的是精英路线 换成时下最流行的话这才是真正的高质量男性 现年29岁的他毕业于顶级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似乎国内商界大佬培养继承人都采用同一套逻辑 那就是在完成国内小学到中学学业后 就会被安排出去国外增长见识 张康阳初中是在南京外国语学校就读的 说起来还是奶茶妹妹张泽天的学长 高中就自愿去美国留学 而且从小品学兼优的他 在美国高中就读期间也没丢下学霸光环 多次获得理工科类赛事奖项 可见接受的绝对不是美国公立高校那种快乐教育 17岁高中毕业后他从收到的众多顶尖名校中 选择了宾大沃顿商学院 而他的商业天赋在他大学期间就展现出来了 当时他的父亲张靖东表示要给他一些启动资金来练手 但是被他拒绝了 他想靠自己的实力赚钱 他瞒着父母只给自己留下了房租和餐费 把其他所有的莲花钱都用来进行投资 投资对象是他的校友埃隆马斯克 当时他的新能源特斯拉汽车公司还不是非常出名 像这种以新能源为噱头的公司多的是 马斯克还看不出多少投资价值 但是张康阳却以每股40美元的价格果断买入了他的股票 结果后来特斯拉迅速崛起其投资直接翻了5倍 可见张康阳的投资眼光 大学毕业后张康阳没有马上回国 而是进入摩根士丹利 摩根大通等著名投资银行实习 直到2015年才正式回国进入苏宁 而就在这一年 苏宁开始大力布局体育产业 因为此前在投资银行的实习经历 使得张康阳在此时也推动了苏宁收购国进米兰的动作 2016年张康阳进入国进米兰董事会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国进米兰意味着什么 作为一甲豪门 国进米兰曾获得七次意大利足协杯冠军 三次欧冠冠军和三次洲际杯冠军 但是当张康阳接手国进米兰的时候 俱乐部财务状况已经十分不佳 市值仅升1.6亿欧元 俱乐部发展完全陷入了停滞 但是在张康阳这位90后的带领下 通过一系列改革 国际米兰仅用三年就增加了1.16亿欧元收入 七年后又重新回到了欧关 除此之外作为苏宁的邵东甲 在他加入苏宁不久就开始接手公司的国际业务拓展工作 负责与欧洲商业品牌展开合作 2018年苏宁集团将苏宁小店从上市公司剥离 股权全部转让给张康阳父子 也是在这一年26岁的张康阳当选国民主席 成为该俱乐部100多年来最年轻的掌门人 张康阳也由此连续两年入围国际商界精英榜 据胡润全球富豪榜数据显示 张近东父子的身价近1000亿人民币 这种成就可以说在世界上最优秀的富二代里 也属于佼佼者了 而且他为人儒雅千和 虽然不像其他富二代那般张扬 不过富二代该有的兴趣爱好他也免不了俗 那就是同样喜欢豪车 什么兰博基尼那都是属于标配 据说曾有人见他开着一辆限量版帕加尼参加国民庆公宴 而该车的价值高达2900万 连同样喜欢豪车的王思聪都垂涎不已 都说豪车搭配美女 但是张康阳虽然喜欢豪车 对于感情生活他却非常自律 据说奶茶妹妹张泽天的父亲跟张近东非常熟悉 曾经有意提出要撮合他们俩 张泽天本身作为清华校花出身 当年更是凭一张照片成为了网络传说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不可谓不优秀 而且张泽天也曾表达过好感 但是却被张康阳婉拒了 可以说张康阳从来没有像其他富二代 比如王思聪那样传出过各种花边绯闻 他的身边不是商界大佬就是足球民宿 唯一一个为人所知的感情经历 就只有跟泰国首富谢国民的孙女谢启润 可别因这个头衔就小觑谢启润他本人 年纪23岁的时候 谢启润就担任了中国生物制药的执行董事 19年更以440亿元人民币财富排名胡润女企业家榜第7名 绝对的女强人一个 而且她的外表丝毫不逊色于张泽天 不过后面不知为何两个门当户对的人并没有走到一起 反倒当初的张泽天早已和京东老板刘强东结为夫妻 不知奶茶妹妹后来有没有后悔没有更进一步 毕竟比起刘强东 年轻帅气又能力出众 而且感情自律的学长张康阳显然更适合他 当然了终究已成往事 而目前张康阳已经在国际米兰上整明了自己 如何将自己名下的苏宁小店带出困境 将是他的下一个挑战